看了刘鸾雄低价收购吕立军写字楼的信息,很多人或许觉得如今的甘比真的有一种低看吕立军的举动。 因为作为刘鸾雄的妻子,甘比没有主动像陈兰那样关心向华强前妻以及前妻孩子的成长生活情况。 甚至于说,在刘鸾雄因为刘秀莹、刘子峰的面子,出手帮助吕立军的时候,甘比也没有表态。 而且在刘鸾雄要把从吕立军那里收购的豪宅写字楼送给甘比的时候,甘比也不出面接受。 以下带着大家详细看一下,为啥不少人跟大义一样,会觉得如今的甘比会低看吕立军。 第一,甘比没有跟刘鸾雄一条心,或者为刘鸾雄排油解难。 当年,陈兰嫁给向华强的时候,虽然向华强离婚了,但跟前妻的女儿以及前妻的生活起居并不能说丢开就丢开。 为了不让向华强为难,陈兰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自己出头,帮衬向华强的前妻以及前妻的女儿。 到了甘比刘鸾雄如今的婚姻中,吕立军的子女刘秀莹刘子峰,其实现在还需要父亲的照顾,也需要父亲刘鸾雄的陪伴。 甘比作为刘鸾雄的老婆,其实可以大度一些,安排吕立军的子女跟刘鸾雄一起定期见面。 但现实是,刘鸾雄自己都承认,刘秀莹刘子峰是自己的亲人。 甘比如今也是刘鸾雄的老婆,却一点也没有主动出面帮衬一下吕立军,让刘鸾雄不用自己亲自处理。 被外界认定,刘鸾雄现在还念着吕立军。 甘比在帮助吕立军、刘鸾雄子女这件事上,其实没有跟刘鸾雄一条心。 这或许也是不少人觉得甘比低看或者瞧不起吕立军的原因之一。 毕竟,吕立军真的有芥蒂,才会在可以出售帮助的时候当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第二,甘比会以胜利者自居。 刘鸾雄因为知道,自己如今是甘比的老公,手上的财富也基本上转给了甘比。 所以从吕立军那里,低价收购的豪宅、写字楼,理论上也是要转赠给甘比的。 这个时候,甘比如果不差钱,其实可以大气地对外说,把吕立军手上低价处理的豪宅、写字楼,给回刘秀莹、刘子峰。 毕竟当年,刘鸾雄对吕立军那么大方的赠欲,肯定不仅仅是希望女方过得好, 而是觉得女方反正有自己的孩子,百年以后这些房子,金钱傻的,还是回到了刘鸾雄子女身上。 然而谁能想到,吕立军会将自己的财富投资到没钱,或者把本来属于刘鸾雄子女的遗传,败没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刘鸾雄现在收回的房产,其实是刘秀莹姐弟的。 可是甘比如今,真的是有一种以胜利者的姿态自居,不仅没有跟吕立军客气,也没有揣测刘鸾雄的意思。 买回来,就当夫妻财产处理,而不是继续给吕立军的子女。 如今的甘比,或许跟以前的吕立军旁边默默无闻的人,不可同日而语了。 所以甘比本来可以亲自跟吕立军交给写字楼的产权, 但甘比把自己当作老板娘,直接安排自己的姐姐陈诗运给自己跑腿,对接吕立军。 这种处事方式,在职场中多少会被人认为,甘比觉得吕立军如今不够资格,跟她直接交流沟通,做生意。 甘比因为是老板,老板娘,只需要安排手下的一个人去对接就行了。 为了让吕立军现场承认,是甘比赢得了这些写字楼, 甘比直接安排亲姐去对接,这样的处理方式,真的有点杀人诛心。 也难怪大家会觉得,甘比低看吕立军了。 或许甘比没有明面上贬损过吕立军,但不帮着刘鸾雄照顾刘秀莹、刘子峰, 也不顾及这些孩子的面子,对吕立军有点高高在上。 确实让人觉得,如今的甘比为人处事合乎法律,但是在道德层面显得有点冷血。 前段时间,吕立军罕见在社交媒体上暴照,他抛了一组自己练习双人瑜伽的美图, 图片亮点满满,除了自己的好身材和健康的皮肤状态外, 他与照片中的帅哥教练的各种亲密大尺度接触,也让网友议论纷纷,羡慕不已。 有人羡慕,吕立军在离开刘乱雄后放飞自我,过得潇洒自在。 也有人惋惜吕立军陪跑刘乱雄多年,最后尚未失败。 那么,这位有学历有家世的高智美女,到底是怎么输给样样都不如她的甘比,尚未失败的呢? 在此之前,先来说一说刘乱雄。 刘乱雄人称大刘、吊扇大王、古坛狙击手、女星狙击手。 他出生于香港、祖籍潮州,是华人职业集团董事长, 是香港知名房地产和投资大亨,亿万富豪,多次上榜福布斯富豪榜。 但同时他也风流成性,将娱乐圈大半美女都拿下了, 像关芝林、李嘉欣、蔡少芬等香港美人都被其收入囊中,和他有过情史。 要说吕立军的姿色,大刘前面的哪一个女人,他都比不上。 但好在,刘乱雄在娱乐圈烈眼半生后换了口味,转战女强人圈。 吕立军在这个时候,机缘巧合,踩着别人上位了。 吕立军,香港出生,父亲是商人,也算是小康家庭。 吕立军早年在英国伦敦读书,1998年,回到香港,参与香港小姐的选拔。 但无奈,姿色,气质过于平庸,早早淘汰后,飞回伦敦读硕士。 后来在伦敦的LV店里当店员,也正是店员的经历,让她结识了刘乱雄。 之后为刘乱雄生下一子一女,二人于2014年分手。 吕立军06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拿到化学工程博士学位。 吕立军曾任华人职业的执行董事,15年卸任。 此外还担任北京大学以及对外贸易大学的校董。 而校导最后的女人甘比,本名陈凯运。 甘比是她借动画片中角色的名字取得笔名。 甘比早年在苹果日报当渔记,报道过很多大料, 最出名的就是爆出梁永奇插足正义剑,轰动娱乐圈。 另外,她也凭着高情商,甚至同性情古怪的星爷要好, 二人私交甚好,星爷带她买金鱼,甚至在众人面前宠溺地摸脸。 甘比目前担任华人职业董事,身价超800亿。 即便如此,但不论哪方面,甘比都比不上吕立军。 学历不如吕立军,家世更不如。 而就是这样一个样样都不如吕立军的甘比, 从一个娱乐记者尚未成功,摇身一变成了身价500亿的富豪, 可真是人生赢家。 1998年,吕立军意气风发地前往香港参加香港小姐的选拔, 因其并不出色的姿色早早被淘汰, 吕立军受挫,飞回伦敦读书,并在伦敦的LV买手店里兼职。 在兼职的时候,刘兰雄正好带着当时的女友王盈宇到店里选购。 一来二去,吕立军同王盈宇成为了好闺蜜,并与刘兰雄相识。 2000年,二人被爆出绯闻, 2001年被拍到一起出席酒店开业典礼照片, 并被拍到吕给刘按摩,恋情被证实。 2002年,吕立军回应记者自己怀孕,刘兰雄补信, 而此时和刘兰雄已经结识的甘比辞去记者身份, 进入华人职业,称为大刘助理。 甘比,大刘二人传出绯闻, 大刘开记者会澄清, 吕立军不以为然。 到了2002年,吕立军为刘兰雄带下一女, 取名刘秀莹,刘兰雄开心至极, 豪赠三套豪宅及豪车, 并购天价算石, 以女儿命名,赠送女儿。 就这样,刘兰雄过起了 左右正牌女友吕立军, 又有助理甘比的日子。 直到2008年,甘比怀孕, 吕立军终于坐不住了, 于是买通记者诋毁甘比, 称其孩子为野种, 并以刘泰自居, 真让刘兰雄颜面尽失, 勃然大怒, 与吕立军决裂。 后去二人虽然有和好, 也被拍到同框照, 但吕立军地位大不如前, 而甘比地位却逐渐上升。 2010年, 吕立军又诞下医子, 负得宠。 日子就这样, 在纷繁复杂中度过了几年。 直到2016年, 刘兰雄做换肾手术, 出院后发表声明, 宣布已在两年前同吕立军分手, 并交代财产赠予, 态度极为冷淡。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